台湾的绘画风格相当多元 欧美发展已久的粉彩画 目前在台湾正在萌芽 台湾粉彩画协会最近也在港区 举办台日绘画交流展 有近200件的粉彩及水彩画作 党地艺术家的技法各有其特色 透过镜头一块来欣赏 大大的眼睛配上百里透红的脸颊 画作中婴儿的肌肤仿佛吹弹可破 这些逼真的笔触都是以粉彩呈现 目前在港区艺术中心展出的 台日绘画交流展 呈现精致的粉彩水彩等多样媒材作品 体验多元绘画风格的艺术饗宴 从今天开始一个月会在港区艺文中心来展出 这一次是由台湾的粉彩协会 邀请我们日本的淡彩协会 一起来展出的作品 总共有将近要两百件 当初是一个细细的一个线的交流 没想到会发展到成现在目前 这么粗这么大的一个 非常完整的交流 这个是原先没有意料到的 那绘画是非常的高兴 令人高兴的事情 所以大家也一起来画画吧 碧灯的光晕照亮整条隧道 粉彩的效果相当逼真 作者肖碧霜表示 以往风格较内敛的他第一次尝试创作这类场景 使用擅长的粉彩全是神秘幽暗的隧道 画画的都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粉彩也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叠上去的 它不像画可以用一个大刷子就刷过去 也是画得很慢 但是这一张我觉得就可以让我蛮灰傻的那种感觉 所以还蛮快的 这次展品中还有三幅的绣线画作 来自于60岁的日本女艺术家何渊明子 先以水彩写生打底后再以绣线一针一线的缝上去 做工精细色彩丰富是中心推荐的B商品 你从远处看的话 其实看不出它跟其他没彩的那个差异性 那近看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一针一针的这样子 对的那个笔触 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技法 有点像我们说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那个香袖 但是又不太一样 一个颜色一个颜色的去把它绣上去 所以其实是非常的花功夫 而且一幅画大概可能至少至少都要一个多月以上 画下一笔后慢慢晕开 画家认真示范着粉彩技法 主办单位指出粉彩画在欧美已经发展了几十年 但台湾还是较少使用 希望透过这次台日交流展 促进画家们的技法分享 也借由展出让更多民众能了解粉彩之美 记者李云轩台中采访报导